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是2比1 超前的一分 而且今天这两队外籍选手 无论是投手或者是野手 到目前时都表现得相当不错 也让比赛增添了更多的一个精彩度 这场比赛是由九平杨世荣 杨教练 为观众朋友来担任奖评的工作 那我们一边来回顾一下 双方在前五局的一些精彩的攻守画面 同时也请杨老师做一个中场的奖评 对 前五局我们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发现 就是不错的地方 也特别跟观众朋友来做一些分享 也就是说在跑壘的过程 我们在看到米格尔这个外籍选手 还有蔡上莹这位本土的选手 在跑壘都完全由自己来做判断 然后对于外野手的 手背的一些状况 打捏得非常的准确 所以在自己判断的情况之下 都能够顺利的攻占三壘壘包 这个是值得大家给予掌声的 然后再另外一个也就是说 在夹杀所发生的问题 也就是接球者跟传球者之间的一个互动 是非常重要的 但基本上来讲 接球者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因为跑了眼是朝着你的方向过来 你必须要给传球者非常明确的手势 再者就是你的位置要很明确 让传球者在传球的过程 不会因为你站的位置不对 或是你的手势做得不对 而造成传球去K到跑壘员 那这个整个本来是有机会抓到 出局数的 而没有办法去抓到 对于手背方面来讲 是一个蛮大的伤害 那先发投手 两位先发投手 今天不错的地方 也就是在节奏方面非常的明快 而且都能够把自己的优势 拿出来对决 以阿提拉拉诺这位投手而言 他可以说他的快速球是非常的精准 透过内角球外角球之间的搭配 掌握到非常好的压制效果 那至于从越先发投手何胜文 他的球就是升卡滑球变速 这三种不同的速度在运用 内角的升卡球 角度下沉的角度也非常好 那所以对于打者而言 他面对何胜文的滑球 如果能够在选球方面选好 把滑球这个球选好的话 那何胜文可能在对决只剩下升卡跟变速球可以运用而已 千五局打完之后呢 双方其实攻势都还蛮多的 但得到的分数 并不是那么的多 最主要是两队的先发投手 无论是何胜文或者是羊头 这个阿提拉诺呢 投出的40球的量都蛮少 都各一次而已 这也是使得在这个从越 还有国训的大线 没有办法非常有效地来串联 那今天呢 双方到目前为止呢 也是拼劲十足 那迈迹也相当多 包括了这些外籍洋将 除了在进攻方面的有所表现之外 今天在守备方面呢 像刚才的这个米格尔的一个 中华野的一个行进间飞升的这个接球 也都是100分的 那我们看到 阿提拉诺因为前五局 用球数也蛮少的 所以就继续进入到第六局的一个投球